第一場的議程是由三位講師來為大家分享 在這個二議程式樣本逐漸增多了今天 二議程式分析人員在手動分析之外 我們可能也需要一些自動化樣本分析的輔助 然後就由這三位講師來跟大家分享 他們是如何建構這個系統 以及上面的一些技術細節 或者是遇到困難 那我們就把時間交給三位講師 同時提醒一下 這場就是一樣在網站的議程表上面 有slider的連結可以做及時的提問 然後又有共筆的連結 可以讓大家一起協助做共筆 我真的把時間交給講師 謝謝大家 好像沒有 有畫面嗎 好 那大家好 大家早安 今天這場議程是Moware Behavior Analysis 然後我們主要做的事情是想要利用GNN這個東西來加速分析的過程 首先先來介紹一下我們的組成 其實我們三位講師都是交大黃俊老師指導過的學生 對 然後我是林思辰 目前在Synology的Security Team 對 然後等一下來講是有 有沒有分別 黃思辰 就是他是交大黃俊老師實驗室的研究生 以及陳奕賢 他是台大雷青龍老師的博士生 沒錯 然後今天黃俊老師因為確診 所以沒辦法來到現場跟大家分享 所以就交由我來開場跟大家介紹 好 那一開始introduction的部分 我們想要講的是 我們這個研究 實際上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以及我們的一些解法 好 那在Problem Statement的部分 我們知道現在的Moware就是越來越多 而且它越來越的精進 對 然後我們會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有了這麼多Moware 那下一件事情我們的資安分析是 就是要想辦法去看這些Moware 要知道它裡面到底有哪些惡意的行為 但這件事情你可能是非常耗時間的 對 就是你打開一個binary 打開一個程式 你要理解它做了什麼事情 那你其實是需要一個一個function慢慢看的 對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就想說 欸 這樣的過程 我們是不是能做一些自動化的部分 來輔助資安分析人員 做一些分析 對 那其實我們也不是第一個想做這件事情的人 我們可以發現就是 你可以看到很多學術論文或是工具 有提出一些自動化的方式 可以去做惡意程式的分析 但我們研究了這些東西之後 發現他們其實有一個通用 應該說他們共同會有一個問題就是 他們可以自動化 分析出這一支惡意程式 或是這支binary 到底哪裡惡意 或者是它是惡意的或是不是惡意的 就到此為止 可是他們沒有給出一個 譬如說model裡面 它看了哪些程式的部分 而得出這支程式是惡意的 就是可解釋的部分的 會比較缺乏 對 所以這邊我們就是想要 多增進一些可解釋性的部分 好 那我們的solution的部分 主要就是你input了一支 譬如說moware 或者是一支你不知道的binary 那我們用machine learning的方式 可以去給出一個production 它是惡意的或者是不是惡意的 那進一步的話 我們其實還可以從其中拿出一些model 看到這支惡意程式 它覺得哪裡是惡意的 這個解釋 然後給資安分析人員做後續的研究 好 那我們的contribution 就主要列個幾點 就是我們使用Graph Neural Network 就是GNN這樣的技術來達成 然後在performance的部分 我們其實有比較了一些 stay of the art的paper 然後我們可以達到 跟它類似的效果 對 不過進一步 我們可以在之後的 就是說明裡面可以發現 我們的可解釋性 會是跟其他人來說比較好的 對 然後最後一點的話 是我們闡出的這些report 實際上對資安分析人員來說 它其實是真的可以拿來用 拿來在它的分析報告裡面使用 對 好 那接下來講一下 我們實作的部分 那這裡給一個簡單的名詞解釋 對 就是等一下我們會講到一些 就是像representation的vector 也就是embedding 那這是什麼東西呢 你就可以想像它是一個 包含重要資訊的vector 對 它就是一個向量 然後裡面是包含一些重要資訊 對 那還有一個是Graph Neural Network 它是什麼東西呢 它其實就是一個neural network 然後它次的input是一個圖 對 這裡的圖就是一些點跟邊的關係 然後它最後輸出的會是一個 graph的embedding 好 那這是我們的架構圖 主要我們的系統 一開始就會吃一個input的binary 那接下來我們會對它做一些 逆向分析 以及抽取一些它function的embedding 然後下一步就會見出 function code的一個graph 對 那這個graph裡面每一個點 就代表一個function 那function跟function之間會有 colar跟coli的關係 我們就根據這個關係 建出它的function codegraph 然後接下來就是 位到我們的GNN的model裡面 它可以給出一個prediction的結果 這個input的binary到底是 好人或壞人 它到底是不是moware 對 那更進一步的是底下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除了給出prediction之外 我們還可以使用我們的model的explainer 給出這個model到底看了input binary的什麼地方 來生成這個prediction 好 那這裡講一下我們分析 就是逆向分析的時候是靜態的redire2來做分析 然後生成function embedding的部分 我們嘗試了三種 就是第一種是 假設我function embedding 什麼東西都不給它 就是一個nual的vector 或者是我們用asn2vector 然後把它生成了function embedding 或者是用save 對 我們比較了這幾種 然後最後選擇save 這個function embedding 對 然後後面的model的話 就是GNN-based的model 對 然後 model explainer的部分 我們這裡有做了 就是我們根據node或者是edge 來做pruning 就是你把一張圖裡面的 某些node拿掉 或者某些編拿掉 對 以及 有一個叫GNN-explainer的model 你可以用它來解釋你各種GNN-model的結果 好 那這裡大概講一下 asn2vector它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它做的事情其實就是 利用像nlp之類的概念 你可以把每個assembly當成一個句子 那這個assembly的embedding 你可以怎麼生成呢 你就可以根據它前後的embedding 就是前後的assembly的embedding 來做生成 你看了前面的一個assembly 看了後面的assembly 能不能predict出中間應該會是誰 對 它是利用這樣子的概念去生成assembly的embedding 對 那 接下來你有這些assembly的embedding 在一個function裡面的話 你就可以對這個function裡面的assembly 生成一個最後的embedding 對 有點饒口 就是每個assembly你可以想像成一個一個的句子 那function裡面有很多assembly 就是很多個句子 那在這些句子裡面你可以組成一個document 那document的embedding就是我們這裡的function embedding 對 這是asm2 vector的方法 對 那safe的方法其實跟它蠻類似的 就是一開始我們的input也是一些function裡面的assembly 那它這裡其實已經有幫你勸好一個就是instruction 就是每個assembly對應到的vector會是什麼 所以你丟進去它就會生成一些embedding 那跟前面不一樣的是 它後面做的事情是 接了一個self-attentive的namework 對 這個namework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它吃了前面那些assembly的embedding 那它可以學出來的東西是 我看了這些assembly的embedding 它裡面到底哪些是比較重要的 做一個加全的平均 然後最後輸出成function的embedding 就是跟前面比較起來 safe的方法它可以看的範圍比較廣 然後它可以學出在這個function裡面 到底哪些東西會是重要的 然後給它權重比較高 好 那在下面一個是我們的GNN-based的model 那這個model主要分成兩個部分 對 前面這一塊部分一直到 那個生成node的embedding的部分是 我們吃了一個我們的function code graph 那那個function code graph裡面每個點 是代表每個function嘛 那那個點裡面其實也可以包含一些attribute 那attribute就是我們剛剛生成的function embedding 對你有了這個東西之後 你可以把function code graph裡面的每個點的資訊往外擴散 對讓它學習出來每個function code在這個program裡面到底代表什麼意思 對就前面這一塊就是我們做function code的每個點的擴散 對你會生成一個代表那個點的function embedding 對那後面的話就是你要怎麼把這整個function code graph壓成一個embedding 那我們這邊就是使用global的min pooling 然後最後生成了embedding之後再做prediction 對 好那下一個是model的explainer 那這邊我們嘗試的做法就是譬如說我們把一個圖 就input的function code graph裡面的某些邊跟某些點拿掉 那拿掉之後再丟到我們的model裡面去看prediction的結果 就它如果能影響你prediction的結果越多 就譬如說原本是malicious 那你拿掉這個點它變成benight了 那這個點是不是就是比較惡意的東西 可能可以很合理的推斷它就是 對那我們這邊是有做edge跟node的pruning 對 以及第二個部分是我們用global explainer這個東西 來做我們的model explain的部分 對 那這個的精神呢 其實你可以想像說我們的input graph裡面 它其實有很多紙圖 那裡面那些紙圖對我們prediction label 可能會有一定的影響 那我們就可以去找說有沒有一個紙圖 它對我們output的label的mutual information最大 就是它能夠影響我們prediction label的程度最高 那這個東西其實你可以train個model去逼近它 那最後的話我們就可以得出我們input graph裡面的哪一個紙圖 對我們的prediction label 對我們的prediction label最有影響 那就可以把它當作我們的解釋 對 所以 對分析師來說 比如說你input的一個字binary 經過我們的function code的抽取 之後再經過我們的global explainer 你就可以得出這整個很大的program裡面的哪一個 小區塊的function code graph 是對整個prediction是最有影響的 對 那它就可以利用這個資訊去比較快速的分析這支program 好 那這裡小小recap一下 這就是我們整個system的architecture長這個樣子 對 那其實我剛剛都只是說說理論而已 那實際上這個用在我們真正的monware上面 到底會是長什麼樣子呢 我們就接續下一個evaluation的部分 嗨大家好 嗨我是思純那接下來我來講 我們做了哪些實驗來驗證我們的方法 首先我們的資料集來源呢 主要是pe的檔案 因為我們覺得windows現在在桌機市場上佔有 就是非常大的一席之地這樣 所以我們就選用pe檔案做我們主要的樣本形式 那我們主要的樣本集有兩個來源 一個是惡意程式 一個是好人 一個是好的程式 那惡意程式主要來源是virus share 那好程式主要來源是windows一些公開的repostery 像是chocolate或是seguin這些來源 那我們的malicious dataset主要有七萬五千筆樣本 那好人程式大概有四萬筆的樣本 那我們針對我們的樣本集有做一些預處理 像是我們會挑出就是這些樣本它可能沒有編就是無法組成 function core graph的這些樣本我們就會把它移除 另外一個部分是我們會挑出有經過架殼的程式 因為我們覺得有架殼的這些程式會誤導我們的模型去學到一些 可能是架殼這些部分就是不是模型本身行為的這些地方 所以我們就會把有架殼的程式移除 那經過這些預處理以後呢 我們就使用了一萬五千個好人跟一萬五千個壞人的樣本 作為我們主要的訓練資料集 那我們想要跟現有的一個是傳統的lightGBM模型 跟新型的神經網路模型mocomp做比較 那lightGBM跟mocomp我們使用0.5作為二億程式的決定門檻 那如果它超過0.5的話就會判為是二億程式 那比較的結果可以發現我們的模型跟另外兩個模型都是並駕齊去的 但是我們的模型就是略輸ember的模型 但是在解釋性的方面呢我們的模型是優於ember的模型 因為ember模型主要是一個樹狀的結構 所以它可能在判斷的時候使用者就是可以根據他判斷的過程 然後知道他為什麼做出這個判斷 可是他並沒有辦法了解這個樹狀的判斷決策是怎麼生成的 但是我們模型的優點在於就是我們可以解釋說 為什麼模型會做出這樣的判斷 是可以有一個讓人可以理解說對應到程式為什麼這些行為 導致它被判斷為惡意 那接下來我們使用就是我們在上一個實驗訓練出來的三種樣本 再加上就是ember及mocom ember作者他們有訓練了mocom跟ember的pre-trained模型 那我們使用了這些模型來預測未知的apt樣本 以及同樣數量的沒有在訓練級裡面的好人樣本 那我們想要觀察如果一個模型它有經過我們同樣的資料級的訓練 那在同樣的這個基準下他們在面對未知樣本的時候他們表現如何 可以發現我們的模型在面對這些未知樣本的時候表現是最好的 那我們想要比較每一個function embedding它們的影響力 那由於ax into vector它並沒有就是公開的embedding model 所以我們使用20萬的unics library的function 作為save跟as into vector的function embedding的model的訓練資料集 我們使用同樣的這些function資料集來訓練這個function embedding的model以後 我們就可以讓save跟as into vector做比較 因為save的作者有提供它們的function embedding的模型 然後這個unics library function的來源呢是 就是像是openSSL或是binUt這些公開的repastery 然後我們同樣使用15000筆好人跟15000筆壞人的樣本 作為我們的訓練資料集來訓練我們的GM model 然後分析的準確率結果可以發現 node的表現是最不好的 那node前面有提過它是只有包含就是0向量 那這個nodefeather它表現的比較不好 我們推測可能是因為就是它並沒有包含太多function的資訊 所以導致模型在判斷的時候可能沒有辦法很完整地掌握這個程式的一些特質 那在as into vector跟save的比較它們都是偏好 但是save的還是優於as into vector的表現 那我們想要再探討一下我們的解釋 就是這個explainer解釋器它們的效率效能如何 我們使用了同樣100支的好人樣本 然後在誘圖中畫出它們的不同編跟時間的花費的分布圖 可以發現它們大致上趨勢是成正比的 就是編越多的檔案會花越多的時間 但是在gmexplainer的部分它花的時間比較浮動 這個原因可能是因為就是它每次在解釋一個input的時候 它都需要重新訓練一個模型 所以我們就想要進一步探討 那這個gmexplainer的模型它的穩定度如何 所以我們就針對同一支input樣本 幫它解釋了100次 然後看這100次裡面每一次的權重的變化 就是gmexplainer為每一個邊分配的那個權重的變化 然後我們可以發現它們的變異數都是非常低的 在右圖的cdf可以發現就是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邊權中它們的變異數都是累積在0.00這邊 所以可以證明這個gmexplainer它的穩定度是很高的 好 大家好 那接下來我來講discussion的部分 好 那其實在做這個研究的時候 到這邊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其實我們這個解釋性到底好不好 做到這邊我們拿出來的東西 到底是不是可以正確地找到這些在分析的人 在分析的時候想要看到的東西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分成兩個問題來討論 那第一個問題是 那我們今天找到的這些age 它本身到底是不是有意義的 它在這個binary裡面它做的事情是什麼 第二個問題是 我們想知道說 今天專家想看的這個age 我們把它當成一個set以後 那跟我們找到的這些age的set 它們之間重合的程度有多高 好 那我們先來看第一個問題 好 在第一個問題這邊 我們準備了四個sample 那這次的sample分別是 Fobos 那Fobos 那Fobos是一隻ransomware 那再來是Azure 那Azure 那Azure是一隻impulse dealer 那再來Equations apt 然後最後是WannaCard 好 那在這邊的話我會介紹這四隻mobile 為了它本身在做些什麼事情 那我會講一下我們的model 在分析以後 從裡面挑出了什麼樣的資訊 那第一個我們先看到這個是 Fobos的工作流程 那Fobos它本身是一直ransomware 所以它裡面的工作流程其實就很簡單 我們想看到的是它怎麼去產這個key 那怎麼去找這些檔案 那最後加密的時候是怎麼做 我是不是可以把這些function找出來 那我覺得這是在看一隻ransomware的時候 我們會想關注的一些點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Fobos的Wolfflow 那其實這邊的話我們從最上層開始看 它是它的工作流程比較特別一點 它一開始會建立三個thread 那這三個thread是分別對三個不同的路徑 那這邊主要指的是三個disc 那針對這三個路徑開始去做地下的檔案的enumeration 好那這邊的話呢 我可以看到它在最上面的時候 會先針對每一個thread會產生一個aeskey 就是用來加密這個thread底下的所有檔案用的這一把key 那這個會是我們想找到的一個function 好再往下呢 它這邊我們叫上面這邊叫它是master function 那這個master function的功能是 它會去找哪一些檔案是還要加密的 接著它會開三條thread 這三條thread的是它的walker 它會把要加密的這些檔案和我要用的key 丟到這些walker裡面去 那這些walker收到檔案的路徑還有這些key以後 就會開始用這把key去加密這個檔案 好那上面有說它有產生一把aeskey 那底下的話walker是會針對每一個file paste去產生一個它加密要用的iv 那最後是底下加密的部分 加密的部分則分為兩塊 那第一個是它會加密比較小的檔案 它有一種方式 然後再來是加密比較大的檔案用另外一種 那總共會有兩種方式 那在這張圖上面畫的是我們會希望在分析的過程中可以看到的東西 那這邊要注意的一點是 其實我這邊雖然像master就只有畫一個function 但它其實是很多個function的集合 那我只是把它畫成同一個 看起來比較好看一點 好那我們再看phobos的樣本找到的東西 好那第一個我們先來看node加edge的結果 那在node加edge的這個結果可以看到 它其實是找到了例如說keygenerator 那再來還有找到了master跟workerfunction 那其實這邊就已經找到了我們想看的東西絕大部分了 好那其實這個我會認為說它找到的東西其實是一些比較偏離 比較像是一些工具的function 比如說這個key是怎麼產出來的 那這邊它找到產key的方式其實包括前面產aiskey的方式 和後面產iv的方式其實都會在這邊被找到 那再來master跟workerfunction 因為我剛剛有說它其實是一個很多function的集合 所以它其實找到裡面少數幾個 那我會認為說找到裡面少數幾個其實它的幫助沒有太大 那接下來看gmExplander 那gmExplander它是找到了我認為說是比較核心的master跟safe的方式 那這些方式裡面就包括了它如何去 如果去traverse這些檔案 那如何去做加密 那在這邊的話phobos的結果我會認為說gmExplander的結果是比較好的 那底下可以看這三張圖 這三張圖是phobos在這三個expand的方式它找到了edge 在phobos上面找到了edge 那這邊可以看到黑色的部分是我們特別標出來 是前十名的部分 就它認為說是最重要的前十個edge 那我覺得這邊比較特別的應該是在node的部分 那前面有講到node pruning的方式其實是我們把一張圖打開以後 那我把裡面一些node拔掉 那拔掉以後我想知道說這個node不見以後 同樣一張圖它對最後的這個影響有多大 那這邊就會有一個很明顯的問題就是 如果這個node拔掉的是main function的話 那這個程式就等同於是大部分的東西都不見了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它找到其實重要的部分 像上面這一塊 這裡有一個function它其實連到了超多的function 那我認為這個是用node pruning的一個問題 因為它找到的東西其實不見得那麼有意義 只是因為它跟太多東西綁在一起了 那相對來說其實用edge pruning跟gmExplander 就沒有這樣子的問題 好下一個我們來看的是Azolo 那Azolo這一隻呢它是一隻infos dealer 那infos dealer我們會想看到什麼 想看到它想偷什麼樣的檔案 那針對比如說crypto wallet 或是針對某一些browser的一些資訊來偷 那我們想知道這些東西我們到底找到了多少 那這邊我們分析的結果發現 其實這三個explain方式都有發現 它在偷IE的某些比較敏感的資料 那在edge加node還有搜集一些 它有去針對檔案做一些搜尋 然後找出有特定pattern的一些檔案 然後會把這些檔案內容拿出來 那最後是edge的部分 我們找到它會pass SQL lite 還有一些browser的自動填入的一些資料 好那其實只知道這些我們會認為說 它並沒有把這一個 它並沒有把這一隻infos dealer裡面所有東西都找到 那我們就想試著研究說 我們找到這些edge到底跟這些其他的東西有差多遠 那經過我們的分析以後 我們發現如果我在圖上移動兩步 那這移動兩步可能是我往coder的方向移動 然後再往coder的方向移動 那反正我在圖上面移動兩步以後 那我們就可以找到它大多數的這些透資料的方式 那會包括從各種browser透資料的方式 那還有像是偷skype的software data 然後偷crypto wallet data的東西 好那從這邊可以看出來 其實我們找到這些edge 它其實離這些其他的東西是蠻近的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在分析的時候 比如說它告訴我說 今天我找到一個function 我認為說它是重要的 那它可能是一個偷pass SQL lite的function 那這個function我在網上 我看誰call它 那這個coder又call了誰 那這樣只要兩步的距離 那這樣只要兩步的距離 其實就可以找到 在這支info-sealer裡面 它大部分有偷東西的一些function 圖的部分其實跟前一章差不多 就是可以看到 其實在no-pulling的部分 它還是有這種一個function 去連到很多function的狀況 那這就是no-pulling本身的一些缺點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equation 那equation這一支它是一個apt-dropper 那apt-dropper它會有一些網路行為 那它會從它的c2 server那邊 載下真正的apt檔案 載下來以後呢 再針對這個檔案做 放到我們檔案系統 然後把它執行起來的動作 所以我們會希望在這個地方可以看到 它有一些網路連線的操作 那有一些開啟其他process的一些動作 那在這三個裡面 其實我們都有找到它有網路連線 那有設定一些這支apt要跑起來 一些runtime的資訊 那再來是有dl-installer的function 好那最後是wanna-cry 那wanna-cry 其實它的graph可以看到 其實它是相對來說比較小一點的 它裡面沒有這麼多的edge跟function 那大家應該對wanna-cry 有一點理解 就是它其實是利用esternalblue的漏洞 然後針對senba去做攻擊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它是不是可以找到 一個是在加密的時候用到的一些function 那再來是它怎麼產key 怎麼去找檔案 那最後最重要的就是它在擴散的時候 它怎麼去建構senba的picky 然後怎麼去搜尋哪裡有senba service 好那這邊的話其實在node的部分 我們是沒有找到比較特別的一些function 那在edge的話我們找到它有drop binary 那有建構一些senba的function 然後進行對其他senba service感染的動作 那在gm-explainer的部分 我們發現它有掃描內網 然後有去嘗試去識別一些可能是senba service的東西 然後再跟這些service做一些連結 好那這邊其實可以看到在one outcry上面 我們的方法結果其實並沒有太好 那因為我們這邊沒有找到它身為一個 人生為了我們想看到的東西 比如說如何加密如何產key這些東西 其實在我們的結果是沒有看到的 但是在擴散的部分 它針對senba service做的一些操作是有被造出來的 好那我這邊簡單做一個小結就是 其實這三種方法可以看出來 edge跟gm-explainer其實是 不管在哪隻樣本應該都算是比較好一點的 那node pooling它因為本身這個設計的方式 它會跟一些call到很多方式的這些node有些關聯性 所以它找出來的東西反而就沒有那麼好 好那接下來我們進到第二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我想知道的是 我們今天找出來的這些方式 它到底跟專家想看的東西它差多遠 這兩個set之間的關聯性是什麼 那其實這個問題就有一點難回答 因為其實在分析這件事情上面 它是一個比較主觀的問題 那像我們在前一個evaluation的部分 我們可以去直接去看某個方言在做什麼事情 但是今天我這個分析師跟另外一個分析師 我們兩個認為這隻binary裡面重要的東西 其實不見得會一樣 那這邊其實還有另外的問題是 到底在分析一隻binary的時候 哪些東西我們會認為是重要的 比如說今天是一隻ransomware好了 那這隻ransomware裡面 像剛剛說的它會有trankey 那或者是加密 然後去做traverse這些檔案路徑的一些動作 那這些東西其實我們會說 它是在ransomware裡面都看得到的東西 那它是不是重要 它當然也是重要 但是report上並不會寫 我可能只是帶一下說我有看到這樣的操作 那它就很正常就ransomware都會這樣做 那report上會寫的是什麼 我們會寫它裡面一些比較特別的東西 比如說它 比如說它在traverse的時候 它會找哪一些檔案的extension 哪一些是要加密的 那再來是它的加密以後 這個會有一個ransom info 就跟你說你被加密了 那你如果想要解密要附屬金到哪裡 那這個ransom info怎麼寫其實也是重要的 那再來是key的產法 其實也有很多種不同的做法 那如果今天看到一個 比如說它是拿電腦裡面的一些隨機自串 讓它變成一個key的話 那我也會認為說這是重要的 所以我們這邊就會分成兩個 一個是 我認為這個操作是有趣的 因為我在其他東西沒有看過 另外一個是它是重要的 因為它在ransomware裡面都有出現 那這兩個set 其實就是一個很不一樣的兩個set 好那前面有說到 其實我們的model它在train的時候 是用以前的一些 過去的model資料來train 那過去的model資料 就變成說我們的data 它有一個限制是 我們的model的限制會變成 我們沒辦法找到有趣的資料 因為有趣的資料是沒有見過的 沒有見過的東西 就沒辦法從model找出來 那它可以找到的東西 會是在ransomware裡面 都常看到的一些資料 比如說 加密或是產key這樣子的function 那當然這也會跟它用了哪一些API 是有相關的 好那為了避免 就是因為做了科學研究 我們要避免一些主觀的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這邊就採用了 Numina Server上面 tag了一些function的signal 那什麼是Numina Server Numina Server其實是 IDAPOR的一個signature server 那IDAPOR就是我們在做逆向的時候 常用的一個做逆向的工具 那這個工具 我們在分析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把某一些function看完 比如說我知道它其實是在做 產key好了 那我可能把它名字就命名為 呃... 產key的function 那還有什麼參數我把它列好 這些東西呢 我可以把它上傳到 Numina Server上面 今天如果有另外一個人 也剛好在看同一支樣本的時候 它就可以從Numina Server上面 把這個樣本的signature 載下來 那就可以大家共享同一份 呃... 共享同一份signature 就不會有 這叫重複造輪子吧 對... 就不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好... 那... 所以我們這邊就想說 那... 是不是說我從Numina Server上面看到 有標明著這些function 就可以認為說它是重要的呢 因為其實就是 很多人都用過 它上面有popularity 就是有多少人用過 有多熱悶 那我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在這個function裡面 大家想關注的點是哪一些 好... 那我們在找這個時候 其實還有做一些過濾 比如說有一些function 它可能本身太小 或者是它是一些library的function 這些東西其實就 不見得在這一支binary裡面 佔的那麼重要的部分 那我們就把這些都過濾掉 好... 那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底下的結果 底下的結果 那底下的結果 這張圖的... 嗯... S軸呢 一二三代表的是 我們找到的這個edge 距離Lumina挑出來的function有多遠 那一的話就代表說 它是... edge是直接連在這個function上的 二的話代表 我只要走一步的距離 我就可以到達... 這邊應該叫兩步 我應該... 我走兩步的距離 就可以到達這個function 好... 那歪走的部分呢 是指說 我今天要從... 我... rank好的這些edge裡面 挑出前多少趴 才能當作... 呃... 才能把所有的... Lumina挑出來的edge都覆蓋掉 應該說 Lumina挑出來的function都覆蓋掉 好... 那這邊跳的時候 其實... 呃... 就有想到一個問題是說 今天... 比如說我走十步好了 那這比較誇張的數字 比如說我走十步 那我在這個圖上走... Function Call Grave上面走十步 其實... 它是距離一個很遠的位置嗎 那我們... 再縮小一點 比如說走三步 你在一個... Function Call Grave上走三步 其實也已經蠻遠的 那... 為了符合我們在... 逆向的時候... 呃... 我的一些習慣 比如說我會去找... 誰call的這個function 或是這個function call的誰 那我們這邊的距離 其實就只有找它... 對應的上下關係 就不會有這種... 我先找誰call他 那我再找他call的誰 這種比較... 難以量化的一些... 呃... 數字 好... 那... 這邊的結果可以看到 其實在... 呃... 一步的狀況 就是我直接連著這些 Lumina的方形狀況 其實是比較差一點的 那... 呃... 三條是... EdgePooling NoPooling 跟GNExpanner 那這邊可以看到 其實GNExpanner 結果是... 略好 在... Lavik這一支樣本的狀況上 那它... 只需要大概... 差不多... 跳出... 0.25%的... Function 我就可以把它... 呃... 我就可以把... Lumina挑出來的都走彎 那如果我們再往下... 比如說走兩步 或是走三步的狀況 其實就可以達到一個很好的結果 就是我幾乎... 我挑出來的Function 的... 前可能... 0.05%... 欸... 不對... 前5%... 就可以... 把這些Function 全部都覆蓋掉了 好... 那這個結果其實算是非常好 因為就變成說我們在... 呃... 實際分析的時候 我根據我的... 這個工具挑出來的這些Edge 其實它本身是距離... 在... 距離這些... Lumina挑出來的Function 本身它們是很近的 那我們這邊就好奇另外一個問題是說 欸... 那我的... model如果它看了更多的東西的話 那它會不會針對這個樣本 它有更好的解釋 那我們這邊就... 在原本的dataset上面再加更多的東西 那這邊可以先看啊 這是WannaCry的結果 在WannaCry上面可以看到 其實... 像是... Expander它這邊... 大概是... 0.9... 0.9左右吧 你要拿出90% 已經排好的這些Edge 你才可以覆蓋所有的... 呃... 才可以覆蓋所有... Lumina挑出來的Function 那這個結果其實是非常差 代表說我挑出來的東西 其實沒有什麼代表性 那我們就想知道說 欸... 那... 我今天把一些Ransomware夾進來 它看多了Ransomware 會不會認為說... Ransomware一些重要的Function 是可以辨識的 那我們這邊就再增加了 新的1000支Ransomware 那... 加進去Train以後可以看到 呃... 效果比較明顯的是 GNNExpander的部分 它原本需要... 呃... 大概... 大概... 90%的Edge 那經過... Ransomware被加進來以後 它在辨識的時候 可以到達... 差不多... 嗯... 15%吧 差不多15%的位置 就可以在... 兩步的距離都可以找到 那這邊也就證實了說 其實... 我們的Model在辨識的時候 會根據它的DataSet 吃到的東西有不同 那我們如果可以拿到 更多樣的DataSet 最後在辨識的時候 也可以有更好的結果 好... 那這邊最後做個結論 那其實我們的... 這邊分成兩個來討論 那第一個是Model Performance 那在我們的... 訓練的這個Model 它其實本身可以達到 97.3%的Accuracy 和96.5%的Record Rate 那在解釋性的部分 可以看到在前面兩個實驗 它解釋出來的東西 本身都有找到我們這支樣本裡面 我們想看到的內容 那再來是 它跟... Lumina Server本身 拿到的這些Signature 是專家想看的這些東西 其實本身也是蠻接近的 好... 那... 這個研究其實我們有些Future Work 就是... 要如何再更...更增進它 好... 那... 那應該知道在... 逆向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我會去看說 它扣了哪些API 那... 丟哪些參數給它 那... 其實我們在做這個研究的時候 這些API的... API的Embedding 我們是填層令 就是它其實不知道 它扣了哪些API 但是它在看的時候呢 它一樣可以找到一些... 特別的Function 比如說... Create Process 或是Get Next File 這樣子的... 嗯... 這樣子的API 那我們認為說它其實是 經由... 呃... 然後這些API的順序去拆說 這些API可能的功能是什麼 那我們認為說 接著我們如果把... API的Embedding 也加進去裡面 它應該可以得到 一個更好的結果 那再來還有... 可以增加更多Embedding 那最後是... 呃... 是不是可以根據這些... 呃... 找到重要的指圖 來針對它的一些功能 做一些分類 好... 那以上是我們的報告 那有沒有想問什麼問題 哈囉... 呃... 請問現場有... 觀眾想要提問的嗎 呃... 好... 呃... 呃... 可以麻煩幫忙... 遞麥克風嗎 不好意思... 呃... 喂...喂...喂... 我可以問一下 因為你剛才有說那個... 那個... 呃... 這個部分 是用... 拔掉某些的那個... 節點嘛 但是那個節點的數量其實是... 呃... 就是拔掉哪些節點這個數字 是一個... 一個... 那個... 呃... 階層的數量 那你... 是你最後的結果是全部去列舉 然後來算這個事情嗎 呃... 呃... 這邊的話我們是... 今天我直接把完整的圖丟進去後 我可以得到他... 有多... 他認為有多大的程度 他是Miricius的 那我今天把某一個Node拔掉以後 那我可以再去看一下 他認為是不是Miricius的這個比例是多少 是我知道 我是說那個... 因為拔掉Node這件事情 其實對... 對於整個圖形來說 你的... 是一個... 階層式的嘛 因為... 你拔掉一個拔掉兩個 拔掉三個 這都是啊 拔掉誰也都... 都是嘛 所以... 你最後的是把所有的東西 最後全部都拔掉 的方式來... 來...來...來... 評估這件事情嗎 不是... 我們是一個一個拔掉 那當然如果今天有一個Function 它底下就連著一大串 跟別人沒有連的情況 那這一串我們也會全部拔掉 所以... 我們其實算是... 就是去列舉 拔掉每一個Node以後的結果 OK... 所以... 有點... 有點Boundary的感覺 呃... 算是... 是... OK...好...謝謝... 好...現場觀眾還有要提問的嗎 那... 可能就麻煩... 講師回答一下啊 就是線上提問的幾個問題 呃... 主要有兩個應該是... 想問為什麼會選用GN Explaner 以及為什麼... GN Explaner的表現是這麼好 另外還有... 想問你們這個研究不是針對... 呃...PE檔案嗎 對... 然後為什麼會用... 呃... Linux的Library來萃取... 呃... Embeddings 而不是用PE相關的Library這樣子 好... 那... 我回答第一個問題 為什麼我們用GN Explaner 對... 就是你相比於Node的跟Edge的Pruning 我們做的事情其實是從Input Graph裡面 抽一些東西拿掉 然後再丟去Model裡面看結果 對... 那GN Explaner 它精神其實是... 我直接從Input Graph裡面 我能不能找出一個Sub Graph 然後讓... 這個Sub Graph 在你的Model裡面得到最高的Predition Score 對... 那這個其實是... 它比Node跟Edge好的原因 對... 然後... 第二個... 呃... 第二個問題是問說... 呃... 呃... 你們... 呃... 看一下喔... 你們的研究不是針對...呃... 呃... 那... 那怎麼會用Linux的Library 去萃取相關的... 呃... Embedding 而不是用PE相關的Library這樣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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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這邊用... 其實在訓練Investing這件事情 我們看的是它... 組合語言之間的關係嗎 那... 其實這邊的話我們... 是有自己訓練Safe跟ASM2Better的Model 那我們一樣是有拿... 不同的PE File 還有像是... 呃... 一樣有Linux 有Windows的這些... Binary都拿進來存 所以... 我們認為說我們這個Investing 它本身應該是有足夠的資訊 可以表達出這個Function在做的一些事情 那... 並不是只有Linux的Library進來而已 好... 然後最後一個也是蠻多人想問我 這也蠻好奇的 就是... 呃... 有... 分析效能的比較嗎 有... 但是... 不在這個投影片上 呵呵... 那... 有... 就是大概體感 就是... 哪個效能比較快 或者是... 呃... 在分析... 平均在分析21層是... 大概會花多久的時間這樣子 呃... 大概是一分鐘以內 但是平均來說 呃... 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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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最後一個問題 想問... 用0.5當作二億層次跟非二億層次的基準是... 根據什麼理論這樣子 好... 那... 0.5這件事情呢 其實... 你看很多research的paper 它可能也會... 就是定一個threshold 對 然後... 對... 我們這邊model其實除了... 單純定那個threshold之外 其實... 我那時候在做的時候 我對於某個... 譬如說... binary聲稱的... predition 我其實有分... benight跟malicious的score 兩個 嗯... 對... 那為什麼要分這兩個呢 是... 因為我想要考慮一件事情 假設今天你的binary 呃... 舉個例子好了 它是RDP的client 那跟你的red 這兩個東西可能本質上... 蠻相似的 就depend on你怎麼use這些binary 對... 那... 如果你有兩個score的話 你可能... 就可以更加去比較說... 呃... 它如果兩個分數都很高 那是不是... 這個東西... binary其實對... model來說 它... 根本不知道你怎麼使用 那它有可能是好人 也有可能是壞人 對... 那... 所以我們就定這個分數 其實... 呃... 你可以自己去調整的東西 對... 就是假設今天... 你覺得這件事情0.5定的不合理 你可能... 可以對你的sample... 就是... 調高一下這個threshold 然後去看這個結果 對... 因為... 畢竟我們這整套系統是... 輔助你這個分析師去做出... 你的... 分析的報告 對... 假設你覺得今天... 這個東西不太合理 你就可以根據你的使用情境來做一些調整 這樣子 喔... 好... OK... 好的... 然後... 呃... 因為時間的關係 就是... slidal上面還有蠻多... 有... 相關的問題 然後再可能就... 再麻煩講師... 到slidal上面回答一下大家的問題 好... 對... 然後... 呃... 今天也很... 謝謝大家來聆聽這場演講 然後最後再給我們三位講師一個掌聲 謝謝大家